好的各位大學們大家好 我是財皮皮 今天是我們的要學就學最頂尖系列的天女狗球 我們在上一集拍了三集 拍了Kazuma的 那Kazuma的影片 第一個先回應大家一下 當時就是有很多粉絲就好心提醒 就是說 這樣會不會變成盜版呢 就是會不會變成侵權什麼等等等等 我當時的想法本來就是想說 因為這有點類似二創的系 就跟你有時候你們看一些電影解析啊 漫畫解析啊 他們也是把這個畫面放上去 然後再做自己的解讀 因為畢竟Kazuma打的時候 他並沒有做了講解嘛對不對 而且他講日文我們講中文這樣 但是因為還是有很多人擔心這一點 然後來提醒我 都是友善的提醒啊 那我最後也是後來有去取得了Kazuma的同意 所以我的影片是有取得Kazuma同意的 大家不用擔心這樣 那不過也是因為這樣 因為太多人擔心這件事情了 所以也會讓我覺得 我在接下來拍這個系列的時候 是不是還是注意一下這個部分比較好一點 不然的話第一個 我要一個一個去取得他們的同意 其實也有點麻煩 第二個是確實的 因為其實如果Youtube 他如果把我黃標的話 如果Youtube如果判定我這個是 這個盜版行為的話 那其實我也 我即使跟Youtube說 我有取得本人同意這也有點麻煩 所以其實想想 那就不要用太多他們的畫面好了 那我比較多的是由我這邊來做講解 我會來先學習他們的打法 然後跟你們講我的統整結果 然後直接打給你們看 那這樣子的話 你們也是學到了他們的打法 只是不是用他們的畫面 是用我的畫面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的概念 好首先第一集 今天要拍這一集 我先跟大家聊一下整個基礎設定 就是包含了一些比較理論性的東西 所以第一集呢 大家先看 反正因為我最近打的素材還蠻多的 好大家我們就先看 首先我想先講一下天女狗球 在上一集有稍微提到一下 天女狗球的這個變化 那因為其實對於觀眾來講 不一定每一個觀眾都是 一直有在打天女狗球的 那我大概也講一下 從以前到現在天女狗球的 稍微的變化 然後現在主流打法 好所以現在這一集是比較 理論的 理論的上課了 好 那首先呢 第一個 在大概一年前 十個月前 我拍的一系列的天女狗球的教學 那那個時候呢 天女狗球其實大部分人的打法 都是比較偏向於 第一個 你要想辦法去處理大本 好 比如說女王可以處理大本 然後呢 蠻王可以去打大本 然後或者是飛船可以去打大本 這樣子 那再來呢 就是 你要用最少的單位 好去處理前面的東西 那譬如說 第三個狂暴開始 你可能主力就要下了 那前面兩個狂暴 之前呢 不要用什麼太大單位的東西去斷邊 不要用雪怪去斷邊 不要用籠包去斷邊 當然目前這個東西呢 也都還是可以適用的 好 那為什麼以前要這樣打 一定要先了解原因 然後才可以知道 這個變化的原因在哪裡 為什麼以前要這樣打 因為以前呢 那個大家比較流行 從大本的方向去前進 或者是接近大本的方向去前進 然後呢 大雕會比較晚打 大雕會比較晚打 那大雕會比較晚打的話 大雕的傷害如果從頭到尾 一直持續的做輸出 你最後你的藥水會非常非常容易不夠 你的那個 狗球被多大雕多砸了幾下 你無敵壓下去 如果擋了一次大雕傷害 第二次你還是要吃 這個其實你有冰凍跟加速 都沒辦法逃過這個大雕的傷害 所以呢 就會造成的就是 大雕最好晚一點啟動比較好 並且他一啟動的時候 你的主力就是要直接把這個陣給吃掉 就是理論 以前的打法是這樣子的 讓大雕越晚啟動 然後呢 當他一要啟動的時候呢 我的主力就全下 然後把這個陣很快的 加上一個無敵攻狂暴 把這個陣很快的給吃掉 所以呢 我們以前呢 大雕的啟動時間 大概會讓他大概在一分半的時候才來啟動 然後我最後狗球下的時候 基本上一分半一列下 就把這個陣給他吃掉了 那現在不是這樣打 原因有幾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變化就是呢 第一個 毛毛修改了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以前毛毛是可以打擴散傷害的 現在毛毛不行了 以前非常非常流行去用那個 蛮王啊 去用蛮王去打大本 現在 現在已經不流行了 因為現在 蠻王的毛毛 毛毛通常帶毛毛 那毛毛是沒辦法打那個多體傷害了 那現在這樣骷髏就很容易 會把蠻王給擋下來 所以蠻王去打大雕 已經不是這麼常見了 像這個陣啊 我要記得 這個陣的話我會用蠻王打大本 蠻王打大本 剛剛講錯了 因為這個陣大本這邊 確實沒有什麼東西 這個蠻王去吃他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而且綽綽有餘這樣子 那但是其他陣的話 大本如果稍微深一點 多帶幾個XBOAR 或者是有一個火塔在後面 然後還有兩組骷髏就好了 一個旋風 你蠻王有可能會沒辦法把那個大本 順利給打掉 你還要多花一些冰凍或狂暴 所以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難打 那再來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這個 工程器也有些變化 以前列軍狗球 基本上大家就是飛船或者是大球 沒有其他選擇了 現在的話 其實大家 那個 多了工程那個投石車嘛對不對 然後滾木車大家的利用 也變得理解比較好一點點了 所以天女狗球的變化也是有的 現在天女狗球比較流行怎麼樣打法 現在天女狗球比較流行 一起下 我上次有講過就是說 他基本上 女王跟男王 他是有點互相一起下 互相cover的 一起前進 但是他要接近大雕處來前進 原因很簡單 也是同一個原因 如果你不先從大雕處理的話 那會變得相反 就是你大雕一直在打你 但是 也就是通常會從屁股方前進的 因為大家通常會把 大雕 擺在大本的屁股方 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的陣型 都是這樣子的 好 那 像這樣子的打法 會造成一個結果就是說 欸 他一起下 你可能覺得說一起下 那不是以前如果是太早 大雕其中的話 你的狂暴可能會不夠嗎 可是他又很早的 把大雕給打掉 所以就變成 你的天女能夠這樣 很省 很省藥水 因為男王跟神盾 只要早一點下 他只要早一點把 兩隻export打掉就好了 他只要打到兩隻export 其實事實上剩下來的塔 已經都不足以讓女王 進入危險狀況了 那就是基本上 他很容易就會 用一兩個狂暴 就把整個陣給hold下來 這樣子 好 那唯一的問題就是 大本要怎麼打 大本要怎麼打 所以呢 大本的話可以用冰凍的方式呢 好 讓他就是跟加上女王的技能 然後就把大本給打掉 這樣 好 所以其實 流行的方法的打法 是不太一樣的 我剛剛講那個滾木車的 那你說欸 如果沒有滾木車的話 沒有滾木車的話 其實現在的打法 也是比較流行偏向 稍微的不要 就是不要這麼晚下 就並不要說 女王去划三個狂暴 蠻王都還沒下下來 好 比較流行的打法就是 直接讓他早點下 但是呢 一下完之後呢 就是這樣 就是天女 然後蠻王 然後神盾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樣 你後面的也就一起下下來了 早點把大吊給打掉 然後早點讓整個陣型 一起往前cover 他這個呢 有一種就是 我稱他叫節奏啦 什麼東西呢 他就是一個 有一個概念就是 他其實打起來喔 比較像是礦珠的感覺 就是 你打礦珠的時候 你並不會說 到女王淡盡良絕的時候 你再把礦珠下下來嘛 對不對 好 你不會把他做兩個東西 給他分開來 就是女王差不多處理到 OK的時候 有大部分就是 援軍已經出來了 然後下一個狂暴 然後接下來斷邊 礦珠就給他下下來了 你最後會看到的畫面 尤其是有三星的 你會看到 女王跟礦珠啊 是一起前進的 有沒有 就是一起前進的 互相cover的 現在的天女狗球的 打起來的感覺 就有點像這樣子 你甚至會有一點點 甚至會有一點點像是 有點像在打那個 無腦流的 我們來看這場的威力喔 好這場呢 我選擇了滾木車 就代表我要從後面打了 好有兩個 有幾個要訣 我是講過了嘛 第一個 你的炸彈能算一下 你必須要能夠 炸彈能能夠 讓你走到大本這邊 第二個 大雕必須要在屁股處 好這兩 這已經符合這個要訣了 好已經符合這個要點了 那我就一開始先斷邊 好再來呢 男王跟女王啊 你不要 你不要盡量不要到 女王都已經下了 第一個狂暴之後 然後你再下男王 好盡量就是讓他 可以一起互相cover 因為你看喔 我們這邊暫停一下 一個小炮跟一個箭塔 在打女王 另外一個小炮跟Expo 在打男王 這樣不是剛剛好 互相分攤傷害嗎 我連狂暴都不用下 一般而言 我下到這邊的時候 如果小炮 Expo跟他箭塔 在打女王的話 我已經要下狂暴了 但是因為我一起下 所以呢 我省了一個狂暴 這就是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呢 跟垃圾龍的打法 其實甚至是有點像 就是一排 就是先一排一起下 你不會 我之前有講過 我之前講過很多次了 十四本的龍流啊 你不要把蠻王跟女王 先斷完邊之後 再下你的龍 一起下 一起下 看起來好像很無腦 可是事實上 你一起下 他才能夠互相cover 有一些Expo跟箭塔 是在打龍 有一些怎樣 其他的傷害 是在打你的蠻王跟女王 兩邊剛好互相的傷害都不致死 會讓他一起往前推進 好 這個順序就是這樣 所以我這邊目前 前面幾秒看起來 你甚至會覺得說 這個真的看起來就很像 無腦流 確實是有一點無腦 就是灌下去而已 然後再下就是蠻王的無敵 然後蠻王的招 然後無敵 然後殺手這樣子 然後炸牆給女王 好 注意一下我現在四個狂暴 一個狂暴都還沒下 可是對方的這樣 Expo已經倒一隻了 然後呢 對方的投石也倒一隻了 然後大吊也倒了 援軍也處理了 一個狂暴都還沒下 到現在還是沒下 好 那 再來是 這個打法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大本需要很多的冰凍 所以我的女王在前面 是不會用冰凍的 就是我能不用就不用 女王能不用就不用 前面 OK就可以看到 那現在中間我終於看到 一個我覺得可以下一個狂暴 會讓他CP值比較好的 所以我第一個狂暴 反而是下個蠻王那邊 女王這邊到目前為止都不需要狂暴 但是呢 因為被大本打了 就一定要狂暴 這個時候啊 好像女王本來也要打到那個大本 但是這個 我一定要讓女王去打大本 所以隱身把他回來 打掉大本 兩個狂暴 就打這麼多 你可以看到 這個 你想像一下 如果我現在打天女狗球 我跟你講我打天女狗球 你用以前的打法 他幾個狂暴可以吃掉這個陣 打成這樣子 大概要三個 甚至四個狂暴吧 三個或四個狂暴 但是我現在兩個狂暴 已經打成這樣子了 女王還有技能 就打到這樣子了 所以其實這就是 我覺得就是打法上的那個想法 比較先進一點 但並不是說以前的打法 就真的不能用了 在某些陣型上 你要掏出來是可以用的 只是節奏差很多 你可能會打起來 我不太建議你 就是這個天女狗球 跟以前的天女狗球一起練 因為節奏差太多了 你的那個感覺上啊 打者的感覺 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建議你 挑一種練就好了 以前的要練 也是還是可以的 但是我比較推薦你 練現在這種 第一個好練 因為他前面就像是 無腦流 你只要專心能夠看得出來 就是哪裡需要狂暴 哪裡需要冰凍 哪裡需要炸牆 就這樣子而已 那接下來就是狗球的收尾 這個打法的狗球收尾 我提醒你 我等一下整理幾個東西給你 就是說 一女王可以不要用冰凍 就不用冰凍 二你要找的就是 前面在屁股那邊有大雕 有王 有那個export的陣型 然後三 你的炸彈人 是必須要算好 是可以讓你的女王 去打到大本的 好 那再來這個 呃 差不多就這樣子 其實也沒有什麼其他 再來 最後一個 狗球啊 不要太早下 不要覺得說 我現在可以下狗球 狗球是五十秒以內下 都可以 五十秒以內下 都可以來得及 把這個陣給吃掉 我這個雖然是一分多鐘下的 其實已經一分十秒 已經算滿晚 但是其實因為那個時候 大本已經處理掉了 如果大本還沒處理到 我甚至可能會更晚一點點 狗球晚一點下 好 那大概就這幾個要訣 如果要打這個 Kazuma這種屁股式的狗球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幾個要訣 大家可以先記一下 好 首先 先讓大家理解到了 這是 這一個 現在的這個 new meta的天女狗球 跟以前的天女狗球的 版本的不同 好 那接下來才要講 我們這次的主題 因為我們接下來 不是要拍Kazuma的 我們接下來呢 我想要這個 學習的對象呢 我之前有說Yuta 那Yuta呢 因為他的打法 第一個 他沒有爬杯的影片 但他比賽中有影片 那他比賽中 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剛剛說一分 我說五十秒可以嗎 我一分十秒的時候下的 但事實上你看 也是三星的 所以我還有二十五秒可以用 也就是五十秒內 下狗球是真的可以三星的 因為我基本上就是 五十秒來看 我會注意一下 不要太早下你的狗球 這個打法就是 前面就是像是 前面啊 就有點像是 無腦流 就直接給他衝下下去 後面的那個狗球 你把它當做 龍流的神盾 就是最後 先稍微看清楚之後 你再把它下 就是要收尾用的 好 因為Yuta的打法 其實我也有在學 但是因為 其實Yuta的打法 很簡單 他都是比賽中出來的 而他的打法 就變成蠻針對陣型的 所以其實 比較不好 直接拿過來 他會 需不需要跳啊 或什麼的 他最近發明了一個 就是把狗球 換成三個龍騎士的打法 我覺得很好用 我在比賽中也有用 不過就是要等比賽 的時候 會比較好講解 不過因為最近 比賽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素材還沒有收集夠 到時候可能再拍Yuta給大家看 那我們這一集 我們這一集要拍什麼呢 我們這一集呢 我是打算要拍Boom的 就是Straat的Boom 那他目前呢 是天女狗球天梯最高的人 天女狗球最低 就是這一季啊 好像已經兩季了 上一季他也是天女狗球最高的人 那他的配兵跟Kazuma 基本上很像很像 只有差一個炸彈人 那他這個炸彈人 就是一顆球 跟一個隱秘哥布林嘛 那我最後還是決定 用Kazuma的這個 五個炸彈人配兵 因為我有時候 我還是想要從屁股 我有時候會覺得炸彈人不夠 因為只差一顆球而已 我覺得還好 那法術上是一模一樣的 援軍上是不一樣的 援軍的話 Kazuma是帶雪怪操炸 那那個Boom呢 他是帶四個球跟龍騎士 那我現在也帶四個球跟龍騎士 來打這一招 那接下來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首先你們要先知道 就是前面 Kazuma的這個天女狗球的理論是怎樣的 那接下來我才會講一下 Boom的跟Kazuma的差在哪裡 這樣大家會比較容易理解 好你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配兵就是 這個基本上就是 我混合了Boom跟Kazuma的配兵 Boom只有帶四個超炸而已 那我覺得真的不差一顆球 所以我還帶五個超炸 可是援軍的話 我是用Boom的援軍的 好我對 我在看了幾場 然後我對Boom的天女狗球的理解 是這樣子的 那因為沒有辦法訪問他到他本人 所以我只能用自己的理解這樣子 他的天女狗球就是呢 去找每一個冰種的CP值最高的地方 給他下下去 就是他是追求每一個冰種的CP值的 天女去追求天女的CP值 那工程器去追求工程器的CP值 那男王神盾跟狗球 都去追求男王神盾跟狗球的CP值 那以這樣子的方式來去打這個陣 那你就他也不會特別去想說 我一定要用什麼東西去打大本什麼的 感覺沒有 因為你其實如果你最後追求的是100%的話 你打什麼建築物都是打 最後都要把它打掉 所以就是每個東西都打到最高的CP值 那接下來這個陣就會被三星 大概是這樣子 我覺得蠻暴力簡單的想法 那所以他用投石的 他用投石車的機率也比較高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所以呢這個陣呢 我覺得投石有CP值的話 我就決定用投石來打 這個陣啊 如果你們有遇到這個陣 很容易角落會有電塔 所以一定要先看一下 好那我這個配兵有三個攻守 也是不要換掉的 不要把三個攻守 換成一個攻守 跟多一個那個亡靈 因為三個攻守 配投石的這個效果是很好的 是蠻需要這個攻守 有時候需要那個 因為要那個用小攻守 去扛一下那個破擊炮的傷害 好 所以我在九點鐘呢 女王那邊就讓他滑 可以馬上直直的對大雕 六點鐘一個蠻不相干的地方呢 做了一個投石 這個投石可以投很多地方這樣 那所以呢我大本大概 大概率會需要用狗球去撞 或者是蠻王去撞 我有點忘記我這場怎麼打 我們先看一下 那反正簡單來講 我心中想的就是 把所有東西的CP值給他拉高 就是女王我會一直讓他滑下去 不會讓他死掉 那投石也會一直讓他投下去 然後呢 那大本就是直接用這個主力 直接給他灌下去 只要無敵壓的當的話 球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看過了嘛 你就即使沒大法師的狗球 你都可以把大本給打掉 那更何況我現在有大法師 好可以對地模式就直接全下 然後狗就直接飄過去 這狗其實蠻重要 你看他這狗吃了三個黑炸 吃了三個黑炸 並且把大本給喚醒 這個就是這個狗的最大的作用了 蠻王壓無敵 壓技能無敵 直接整個過去 蠻王壓招壓無敵 然後女王那個 因為被單頭黏到了 又有球飛 超球飛過來 直接女王直接技能給他壓下去 OK 那你可以看到 現在我的女王又繼續往上打 所以女王就從頭到尾打 打滿 然後呢 車子也是從頭到尾打滿 跑出來的龍騎士 還可以幫忙吃一下 然後呢 男王跟神盾 就是這樣子直接給他打 蠻簡單暴力的想法 那他 你可能就 他好像不是這樣打 對 這是我歸納出來的想法 我不是很確定 他是這樣想 我現在覺得這樣打 也確實蠻不錯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他是這樣想的 就是 他在打其他陣的時候也是一樣 但他比如說 男王呢 他就會先幫蠻王 去找一個斷好的邊 一定要讓他進去裡面 然後跟著神盾 或者不跟神盾 都有可能 但是他會去想一下 怎麼樣可以讓我的蠻王 的CP值打到最大 但他並不會想說 我蠻王一定要打什麼東西 或是我女王 一定要打什麼東西 起手點 打什麼都有可能 這就是他路線靈活的地方 只要CP值夠高 反正打什麼 就我剛剛講的 你反正你最後的目標是100% 打什麼都是打 你就是只要先打 找一個能夠打很多東西的地方 就開始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想法也不錯 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 那時間關係 今天影片呢 第一步就先拍到這邊 然後今天很多理論的東西 希望大家還聽得下去 好 如果說 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在留言這邊討論 那下一步開始呢 我就會開始比較針對我邊打的時候 出現的一些問題 跟一些想法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